在狼牙榜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而智慧无比的晋飞也有一段往事 这段往事从来的那一刻开始 便深深一刻在他的心中永远都无法抹去 或观爱情或观青春或观友情总之 那段岁月是美好的回忆 提到晋飞的过去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那就是林叔的父亲林谢 当年林谢和颜侯爷在闯荡江湖的时候 出手相救了被欺负的一女晋飞 当时晋飞被救感恩戴德 就问了林谢的名字林谢说 自己叫梅石南 从此石南二子进入了晋飞的心中 直到生命结束的 那一刻在晋飞所住的指挪宫外 有一棵树非常的显眼郁郁葱葱 非常挺拔这棵树 是晋飞亲自中的石南树 每当晋飞伤心难过孤独寂寞的时候 这棵树成为了他最好的寄托 只有在这棵树面前 他的心才变得如此的平静 如此的心悦 那时候 柳成的孙女刚嫁给晋王 常常看见晋飞一个人 望着门外的石南树发呆 柳氏就问晋飞是不是喜欢南树 晋飞沉默了一会 说是的自己一直很喜欢 但其实晋飞骗了儿媳妇 他其实不是喜欢南树 而是喜欢石南树 因为南树和石南树 是不一样的他种的这棵树 叫做石南树 并非南树奈何柳氏不懂 晋飞也就不想再多说 这棵石南树 代表着晋飞的整个青春岁月 代表着他对善良之人的所有执念 所以他有着非常特殊的寓意 有人说 这棵树代表着晋飞对林谢深沉的爱情 其实在我看来 这并非爱情 因为爱情是冲动的 是毫无理由的 假如当年晋飞真的喜欢上了林谢 就已经不顾一切的 为他付出甚至为他生孩子了 这棵树代表的 更多一定是晋飞对林谢一家的感恩之心 医者本救人后 不仅林谢对他出手相救林家一家 对他也是非常的好 而这一切只有他深深的懂得 多年后 当故人已去唯有医术相思 那么在你看来 这棵石南树代表着什么 这棵树代表着的 玉树代表地